本实验在CLIBO C6胸口上的彩色液晶屏 实现了这么几种显示功能 1. 背景色为蓝色 2. 用一种称为Sons的字体 在屏幕上方显示12号大小的白色文字CLIBO 3. 画一条红色的水平线 4. 在屏幕中央显示一种加粗的serif字体白色文字C6 大小为24号 5. 顺时针旋转90度 6. 显示红色文字Circify 6. 顺时针旋转180度 显示绿色文字Circify 7. 顺时针旋转270度 显示黄色文字Circify 这些信息是如何显示到屏幕上的呢? 我们需要先安装这两个库文件 也就是把这两个库文件复制到Arduino安装目录下的Libraries文件夹中 然后在程序一开始声明使用这两个库文件 其中有所有控制该液晶屏的类和函数 另外由于涉及不同的字体来显示文字 还需要声明字体的头文件 这些字体头文件都在液晶屏的库文件中 接着把液晶屏的三个管角CS RST DC 与Arduino连接的管角10 12 8进行定义 之后 新建一个名为TFT的液晶屏类实力 两个变量Clibal下横线R和Clibal下横线B 用于保存两种自定义的颜色 它们都是Uint16下横线T类型 也就是Unsign Short 在Setup前 我们新建了一个非常有用的 在液晶屏上显示文字的函数JawText 该函数在程序中可以被方便地调用 通过传递的参数来控制液晶屏显示文字 JawText函数的参数依次为显示文字的内容 颜色、字体、坐标X、坐标Y 在这个函数中 由TFT实例来调用液晶屏库文件中的具体函数 来实现显示的功能 比如库文件中的SafeFone函数 可以用于设定字体 SetCursor 可用于设置文字 在屏幕上的显示坐标位置等 只要使用液晶屏都在SETA函数中 首先调用函数initr启动函数来启动液晶屏 接下来用Color565函数把RGB定义的颜色值 复值给变量Clybo下横线R和Clybo下横线B 这两个RGB值的实际色彩为屏幕所示 我们刚刚说的七种显示功能 接下来将一一实现 1. 由Full Screen函数用Clybo下横线B中的颜色 来填满液晶屏 来填满液晶屏 2. 用白色 算12号字体 在横坐标35 纵坐标20的位置显示文字Clybo 3. 用白色 加出serif24号字体 在35 85位置显示文字C6 用Jawline函数 从点030 开始至点12830 画一条直线 直线的颜色 由Clybo下横线R中的颜色来确定 5. 用SetRotation1 来顺时针旋转90度 在40 15位置显示一个Clybo下横线R 颜色的CircuitFly字样 6. 用SetRotation2 来顺时针旋转180度 在25 15上显示绿色的CircuitFly 7. 用SetRotation3 来顺时针旋转270度 在15 15上显示黄色的CircuitFly 在第一个液晶屏实例中 我们用了一些液晶屏的酷函数 其他的酷函数 可以在这个.h文件中找到 这些函数都可以被调用 关于颜色有两种定义方法 一种是用Color565函数 把RGB色彩转换成相应的颜色变量 另一种是用这个.h文件中 已经定义好的颜色名称 比如 ST7735下横线Black为黑色 ST7735下横线Blue为蓝色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